又到了这个方便食品的这个视频时间啊 我们这个弹幕里有小伙伴说这个是神还原系列 那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试鞋是吧 我今天终于吃到了一个虽然也是神还原啊 但是味道让我出乎我意料的东西 这个叫肌肉佛罗伦萨肌肉扁意大利扁平面这样的东西 这个给你们看图片啊是长这样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呢每100克333千焦是个整数啊333千焦 也不是很热气我觉得还是不错 但是呢这个东西煮完了之后 虽然看上去很还原 我手机拿拿下来你们看一下 仔细看清楚啊 这个盒子上长这样是吧 它这个面呢长这样几乎是神还原啊 鸡肉那个欧芹碎 什么胡萝卜面都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味道啊我万万没想到它这个里面这个芝士非常浓 但是呢它这个芝士不像我们常吃的 这个灯关掉 不像我们常吃的那个莫泽瑞拉那种那种 比较比较符合中国人口味的芝士 这芝士有点臭 所以这个煮完了之后呢锅我都不想要了 是属于那种非常就是奶味冲到臭的芝士啊 其实我有一天买了一块芝士想给大家录个芝士的视频 结果早上还没等吃呢 那个味道就要人命了 它不是那个蓝莓那种臭芝士啊 就是普通芝士 已经那个味道比较冲了 我就不太能接受 所以我等我没发现好吃的之前 我就不打算再试这个芝士的 好我们看啊 首先它这个鸡肉 嗯 这个鸡肉跟昨天的那个鸡肉不是 感觉区别有点有点区别 虽然也是没有味 但是昨天的那个呢 感觉是外硬 就外酥里嫩的那种 就有个皮儿 然后中间是比较软的 而这个呢是属于入口计划型的鸡肉 嗯 有点区别 胡萝卜 这个胡萝卜也是 也是没炖辣 跟昨天的一梦一样 那么就到了重点的面啊 裹着芝士的面 非常短 这个面跟想象中的也不太一样 口感上呢 不像挂面 也不像一面啊 这个口感像像 这个口感像像手擀面 嗯 我只能说这个面 味道 面的这个口感 非常像手擀面 这个芝士虽然闻着很 很黑暗啊 但吃起来还不错 吃起来不恶心啊 但闻着虽然有点臭 嗯 它这个面呢 图片是长这样子的 吃起来完全 就是煮好之后 不是它这个样子 不是扁平状的 是基本上接近于圆的 这样的挂面了 已经 那么 那么接下来 今天还会试两个新的东西啊 那么 感谢收看 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 与有互动 嗯 然后 今天我在弹幕里 看到了一个视频 就有一个提问说 比较省钱的女生 然后自己做房 自己做饭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 呃 因为省钱这个 是一个很模糊的 很模糊的界定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省钱 跟我的省钱 是不是同一个类型啊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这个非常有钱的 这个家庭的话 你的省钱可能比我的奢侈 还奢侈 啊 所以呃 所以说很难界定 但是可以给给你一个参考 就是如果你想在澳洲达到 跟你在国内啊 前提是你工作了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那这个比例可能要更大 如果你是工作了的话 你在澳洲要达到 你在跟国内同等的生活条件的话 差不多在大城市 你需要付出的费用是 你国内目前的五倍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回答 就可以刨除掉 你是你的就是省钱和不省钱 就是很难模糊 这些模糊需要界定的东西 大概差不多就是 你国内生活费用的五倍左右 呃 主要是集中在房租会贵非常非常多 然后其他的费用呢 呃 呃 就除了他食材可能稍稍便宜一点之外啊 其他的都没有特别便宜都很贵 所以说差不多是国内生活的五倍吧 啊 当然如果你 当然这个建立在你在国内买一副 啊 前提是你 也这个这个前提也是比较靠近去比较省钱 就是你在国内也不传名牌 在这边也 这个不传名牌一样啊 如果你是属于这是在国内的话 就是相当于说都买那些高端货的话 那到这边可能还会稍稍便宜一点 因为比起他基本生活物资的这个涨幅来看的话 他这个相对来说牌子货啊 涨幅就不是非常大了啊 如果你是 那当然啊 我指的这些牌子货就通常就已经 呃 就至少你买人民币一千以上一件衣服这样的 如果你买的不是这种的话 那呃 其实改变就是基本上就你每个月的生活开销成五这样 成四或者成五这样 就基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吧 当然如果你 呃 当然主要是这个成本体现在你的这个生活 基本生活的支出上 像房租啊 吃啊 喝啊 交通啊 这些东西 啊 还有包括什么手机费啊 这些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成五的这样子吧 啊 然后他一些奢侈品的话 这边就可能反而比国内便宜一点 因为税少嘛 所以说 呃 看 每个人看具体的情况吧 如果你想得到更细一点的信息的话 你可以更提供一下你的那个 具体的那个情况 比如说你在国内是哪个城市 然后每个月收 就每个月到平均支出是多少 然后我可以可以说换算一下 就是我我差不多可以帮你换算一下每具体到每一项 大概你占一个什么比例 然后到这边会去到一个什么比例 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呃比较就会更精确一点啊 那么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在留言 那么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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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